作词 李宗盛 相比南极 北极 第三极拥有更丰富的色彩 怜悯的山脉 巍峨的雪山 平静的湖泊 装变其美丽的高原 在山间盆地和缓坡地带 却是大片辽阔的草原 牧民无数次的歌唱那里 他们多彩的最可爱的家乡 一年一度的赛马节 是牧民们的重要节日 提前好几天 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打好帐篷准备聚会 两个帐篷区很快自然形成 一边是来参加狂欢的 一边是参加比赛的 马被迁到河边 主人让马走进河流 这是草原上古老的驯马方式 据说冰冷的河水 能调节赛马身上的气 主人会根据刚才马跑的情况 决定他待在水中的时间 此人打结带着他的那匹老马又来了 儿子多吉紧随起后静静观察 此人打结知道 儿子爱马 更爱这匹老马西子 来赛马节的牧民 没有不知道西子的 十二岁的西子 已经得过五个冠军 有一次在比赛中马蹄受伤 他依然得了第一 每天多吉都会给西子 编一条新款的尾巴 谁都看得出来 多吉最大的愿望是 骑上西子去赢得冠军 赛马节的骑手 大都是七岁到十岁左右的小孩 他没有体重的优势 但要获得好的名次 骑术也必须精湛 父亲知道 必须得让多吉面对现实 自然而为了 他都没有体重的 富贵 三岁 他有时 已经复杂的 留意了 大一年 他就把他将军 是一路 全部都没想到 比赛马 那一路都没想到 是一路都没想到 在那里 我还能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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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复杂的 下雨了 没人停止驯马 因为比赛已迫在眉睫 下雨了 没人停止驯马 赛马节开幕了 七天的狂欢开始 另一边却冷静异常 一早弟弟刺人秋莺来了 他是父亲定下的棋手 亲戚们都说 此人骑马真是行云游水 极具天赋 马上就有比赛了 父亲突然决定 让次人骑着家里的新马参加比赛 老马希子被交给了亲戚的儿子 被称为大跑的八公里马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多吉亦不能当棋手 但他仍旧牵着家里的新马参加比赛 带着西子去了赛场 那一刻 骑手们小小的身体里涌动着使命的力量 两百多匹马突然冲了出去 很多还没来得及加速就落在了后面 船ución 船船 船型 船船 船 船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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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子跑了第五名 多吉牵着自己最心爱的马 就像个英雄 这也是不错的名词 很多人把哈达竞献给西子 也竞献给都吉 小次人骑着新马 没有获得名词 狂欢之后人们陆续回家 在草地上 次人大姐摸着两个儿子的头 他知道他们够长大了一点点 高原上还有一个节日 萨嘎达玛节 人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 去亲近一根神秘的金帆柱 这根柱子高二十九米 重二点三吨 被牦牛皮五色金帆包裹 上万人静静坐在寺庙的广场 前程等待金帆柱的树气 前程等待金帆柱的树气 下abi柱的树气 争着去搬一块石头 微稳固根基出一份力量 海拔五千米左右几乎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极限 堆一村的人们世代生活在这块海拔五千多米的牧场 千语之羊在寒风中出发 要去更远的地方寻找草料 冬天这里的草料十分有限 湖边的属兔也在发愁 平日里只在洞穴附近吃草的它们 今天不得不走得远一些 这给了藏湖机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浦沫庸措一带 现在只有两个湖心小岛上草场完整成片 牧羊人等待着一年中最重要的那个时刻 一年最冷的时候湖底依然翻出温暖的绿色 冰面上却是另一番天地 方阳路线被延伸到十几公里以外 凌晨五点 人们开始收集牛粪烧成的炉灰 这些炉灰至关重要 能防止羊梯打滑 此时许多牧羊已经怀孕 炉灰铺成的小路通向小岛 经过一个冬天的放牧 其他地方的牧草一所剩无忌 要赶在天亮之前上路 因为一接近中午 湖面就会刮起大风 凌晨 如果是在一起, 如果是在一起, 要不要去 那些人 要不要去 那些人 要不要去 那些人 要不要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葬礼新年前 轮流照顾小岛上的羊 是堆穿每个男人的责任 草原并过总是那么平坦 绵延起伏之中 总会出现突出的岩石山体 这些山体里隐藏着一种草原上的神鸟 秃鹫 炫耀 上方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玉谷 五十多岁的他 要寻找一件能让他安心的东西 前年玉谷做了心脏手术 去年他的左眼又几乎失明 他着急了 因为自己最珍贵的手艺 还没有来得及船 鹰笛 一种用鹰的翅骨制作的笛子 亦有上千年历史 居住在草原的人们吹奏它 用来驱散放牧式的寂寞 两个女儿在成都上大学 暑假回来帮忙 难道 我们鼻子 努力 入手 没有 没有 无 百多二十五年 至少 三十五年 至少 1960年 至少 2500年 至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茫茫草原找到鹰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就在鹰骨几乎绝望时 要找的东西出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根鹰骨总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 来到鹰迪传人的面前 也许是今生遇到的最后一根 鹰骨迟迟不能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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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骨迟 announced 鹰骨迟梁迟不能动手 鹰骨迟不能动手 鹰骨迟迟不能动手 鹰骨迟不能动手 鹰骨迟之为 зал 两个女儿很高兴 她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因敌 她们终于住锅 城藏高原的东部草原 曾经诞生过一个麻痹上的英雄 格萨尔 传说他帮助人们灭除恶人和鬼怪 教授在土地上劳作的技巧 他的转迹是全世界最长的史诗 也是至今依然被传唱 被创作着的史诗 一百多位说唱艺人 仍在各地说唱歌色而亡 斯塔多吉西藏大学一个特殊的学生 至今最年轻的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 也是其中唯一的大学生 为完整记录他的表演 学校开启了一个漫长的录制计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这样一个下午他不停气地说上四个小时 不会感觉累 反而沉浸其中 如梦春风 多吉如果要说完脑中现有的传记 需要一百多个小时 但这个数字还在增长 根据藏族传统 斯塔多吉成为说唱艺人的方式 被称为神兽 斯塔多吉每天都要去和研究室的老师一起 整理老艺人们的说唱内容 过去很多老艺人不会写字认字 却能说上百步的格萨尔王传 她说双场 你以为是不停的 你知道我住吗 你不停的 你不停的 我和我尝词 你不停的 如果你的相遵认 这就icles 或是去 你待识 你不停的 这是植根旅高原之上的歌声 古老传承与现代气息 在绵延不绝的银场中交汇 刺承是墓区寺庙里的僧人 也是一名藏医 刺承从小跟着师父在这个山洞里修行 已经三十多年 也是在这个山洞里 刺承潜心研究着师父教给他的艺术 刺承有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 在古老的洞穴里 使用互联网研究自己需要的材料 他制作的传统藏料中 最重要的成分是石头 每年他都会踏上寻找石头的征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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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杨栋梁 遮阔的藏北草原还容易 自成需要寻求牧民的帮助 这次他找到的是一种能够治疗中风的神奇石头 为了能蒸煮石头等药材 自成去圣湖马旁拥挫采集圣水 如此费尽心机制造出来的珍贵药丸 次成将把它们尽数赠送给那些需要的人 剩下一小碗药丸献给自己的师父 然后将在不久的某一天再次上路寻找石头 强烈的愿望让刺成平静地面对自然 又能平静地给予 那是来自高原的生意 接受阳光的照耀 然后赞于生长的果实 高原东部是连绵的森林 这片森林中有绿如宝石的湖面和松龙环绕的树木 那远处的山峰被称为燃烧的火焰 山下有古老的村庄 山下有古老的村庄 这些人们悠闲地占据了 这里的早晨是从六猪开始的 但是更多的猪被集中到了牧场 生活在牧场上的猪 从早到晚用鼻子刨坑 寻找植物的地下根筋 很多都是草药 吃过早饭 男人骑上摩托 带上些青蚌 去深山里寻找另一群猪 这些猪住在森林里 每天寻找着林中的珍宝 新鲜的菌类和野果 各家都有猪在山上 猪人好几个月才来一次 但是没有人会叫错自家的猪 也没有猪会认错自己的主人 这种猪被称为藏香猪 也叫做人参猪 善良的女人们 总会留下几头年老的猪 不肯宰杀 让她们在森林里终老 好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人类也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伙伴 对堆村的人们来说 让羊群顺利度过冬天 是全村的头等大事 第一只羊羔出生了 迷马很高兴 用苏油为它补充营养 越来越多的羊羔提前出生 十天过去了 冰面融化的范围更大了 冰面薄了 羊吃草的时间就要缩短 冰面深处的断裂声 有如乌云里不间断的雷饼 葬礼新年马上到了 母亲和妻子一直在为迎接迷马的归来 赶持羊脑袋 赶持羊脑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桃商 基本上 基本上是假 古神 肯定他 悉了 莫阴 ム consid нем 也是 新年这一天 羊 要回家了 冰面 承载了沉甸甸的羊群 那是不同于二十天前的羊群 经过小岛的盛情款待 更多的生命诞生了 牧羊人的智慧 世代相传的放牧 还有冰面和小岛 带给了堆村人 来年的希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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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